我先将我自己的简报 有一些内容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我准备要教动画转场 然后还有简报的输出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有大纲 大纲成功简报关键篇 好,我先暂时保留好了 这两个我都先暂时保留 那刚刚我已经把地图给拿掉了 就是单独的地图 那像这一张跟这一张 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我只保留一张 好,假设我一份简报 先暂时做到这个地方 那各位可以发现一下 就是简报物件 简报物件 它其实可以控制它去播放时的 特效 举例来说好了 我这个物件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把大纲稍微做一下 例如说大纲 我要介绍可能就是有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里面关键字像成功简报 成功简报 那关键篇三个字我就删掉 然后工作管理流程 管理效率 会议管理 高效文件 现代化档案管理 电子邮件管理 商业智慧 好,假设我要留下这几个字 我是会去把它做一个动画 动画的设计 也就是说可能就是分别来去陈述的内容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我看用哪一个来去呈现 稍微用点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接一个 清单 因为它就是一二三六 不用说用这一个好了 用这一个 请问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方式的话 感觉好像 能不能调整变成 这样子好了 只是觉得不是那么漂亮 我先换成不同的颜色 立体化 好 我现在要特别跟你们分享 因为这是smart物件 smart物件它有一个制作动画时 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是它可以设定成整体一起播放 或者是一个接一个的播放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我先设动画 动画里面我选择飞入 这边有一个飘测飞入 我觉得是我比较推荐的 飘测飞入 在飘测飞入的那个 选项 效果选项有 一个接一个 有没有 一个接一个 这是我觉得比飞入来得好的地方 你看如果当我今天选飞入 有没有看到 它飞入的动作其实是比较大 但是飘浮飞入 飘浮飞入是不是就会感觉比较好看 可以吗 就是它有动 但是不是那么剧烈的动 好 这点我想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我想介绍 就是像刚刚的淡淡的出现 也就是慢慢的出现 那飘浮飞入 你如果说觉得你还想要更慢一点 那就把这个期间设更慢一点 还有效果选项 这边一个接一个 这都是它很棒的设定 这个应该就可以一个接一个 例如说 或者是乘级1接一个接一个 乘级1里面 一般我们是这样设 一个接一个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麻烦请你们设一下动画 记住smart它有一个很棒的设计 就是它可以一个接一个的物件的形式 来去飞入 或者是来去完成这个动画动作 我现在要介绍的是全球国际视讯会议 你就把自己等一下想象成 你人在巴黎 你人在华盛顿特区 你人在高雄 你就不是坐在我们这一间教室就对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如何进行就是全球国际视讯会议 首先在这个地方投影片放映 有一个叫做线上展示 有看到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从第一张开始播 也可以从目前头影片开始播 这都没有问题 例如说这是从第一张开始播 从第一张开始播 所以当你点下去 它就从零这一张投影片开始播 那从目前头影片 它就会跳过这零张 它从这一张开始播 可是我现在要特别讲的是 线上展示 点选线上展示的时候 它要求你一定要能够 要拥有一个微软公司的电子邮件 它到时候才会帮你把你的简报 放在例如说网路上 放在云端上 好所以我现在我就要连线 所以点选这个连线 然后它说一定要输入电子邮件 那我就输入我的电子邮件 而且一定要是微软公司的电子邮件 好所以你们有谁有Harmail 有吗 有的请举手 应该很少很少 你看我们班上就只有两个 我跟另外一位学生有 因为Harmail它就不流行 可是你如果说用微软的产命 有时候还真的需要Harmail 好点选下一步 那它就要求我一定要输入密码 那密码我当然不方便告诉你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它就要去把我现在这份简报 做好 然后变成放在云端上 我现在是不是复制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只有使用性 只有一次性 一次性就是说 等一下我结束广播 结束全球广播会议 这个时候呢 这个网址就失效了 它只能用一次哦 好 所以我先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我点了一下它就复制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 我把它我新增一个文字档 叫做网址 那这个网址我是不是要贴给你们 我这里面已经有网址了哦 好 那我要把这个网址给你们 我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放在成品里面好吧 我不是有一个范例下载 对不对 我放在成品里面 所以所以我们我先放 然后接下来 我到我的云端 就是这个 我放在成品里哦 有一个网址 然后放进去 好 那 好 那我就先登出了 我想要现在卡住了 好 然后等一下麻烦你哦 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做给你看 你就是要拿到那个网址嘛 你怎么拿到网址 是不是打开Chrome 输入 Htbps 然后接下来呢你要去这个简报制作进阶的产品观摩 是不是有这个档案 对不起我要先登出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网址 你不要把它下载了 你直接打开它 然后请复制 复制 复制的快速键是不是Ctrl加C 复制它 Ctrl加C 复制它 直接贴到这边 贴上 然后Enter 你会出现一个说什么 你会出现一个那个广播即将开始正在等候简报开始的画面 可以吗 因为我这边等一下我要点这个启动简报 它就会帮我从第一页开始播给你们看了 可以了解哦 所以你等一下要做什么事知道吗 你就只要去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之后呢 就请到这个网址 我白板上所写的这个网址 然后先去产品下载 下载那个网址 把那个网址内容贴在这个网址列里面 你就等我的简报 你就把它想象 假设你现在坐在桃园市政府 在办公 然后你收到我的一个会议的这个网址通知 你打开来是不是就可以准备看到我的简报分享了 可以吗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我现在因为要准备全球广播 所以我就要点这个启动广 启动简报 可以吗 好 那画面我就先还面 现在是你自己的画面 你看当我点选启动简报 有没有看到Augus 40招那个画面 有啦 我现在看到全部都一样 我现在要切换到下一页去 那怎么切换 切换简报还是按Enter键 所以这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因为我有做简 我有做那个动画 它是一个接一个 所以我必须要按一下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当这个时候你应该就是一边讲话一边讲说 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 我们的都没动 那就是网络速度的 等一下 因为有些效果它可能 可能不会跑 诶 还是没有动 只跑了第一页 后面就不跑了 有没有人叫他下个页去 没有找到我们的东西 后面是打破坏 可是真的没有反应 我都已经切换到第四页了 看一下我现在的画面 现在画面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可是还是没有动静 其实我觉得很有一种可能是因为 很有一种可能是因为那个卡巴斯基 他现在正在封锁吧 他有跳了吧 有跳了 刚刚我切换广播教学 我只要给你们看 其实他真的会跳动的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这边卡巴斯基的关系 不过以上的介绍 这就是全球广播会议 应该是要可以成功的 请问一下 都已经要开全球广播会议 这个时候一定是选择把卡巴斯基给关掉 一定是这样子的 不然的话到时候那个 连在国外的人 他根本就没办法连线 看到你的画面 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是不是蛮可惜的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画面再继续借我用一下 因为当我今天结束我要准备结束 刚刚波斯 他说简报已暂停 好我先继续 刚刚是在这样子一个画面 然后我准备要结束 我既然准备要结束 所以我是不是点ESC键 各位应该知道简报的结束播放 就是点ESC键 点了ESC键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线上展示 然后结束线上广播 这个图示 点下去之后呢 然后他说若你继续按这个 结束线上简报 在所有线上的每一个人都会中断连线 所以我就稍微告诉你这件事 然后点选 所以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电话的方式 先询问对方 好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请透过电子邮件来跟主持人联系 然后这边我们就会先结束线上简报 时间什么时候 你一定要交代一下 就是因为是国际会议的话 一定会交代主办方的时间 好结束线上简报 线上广播 好那这样就结束了 所以你现在去看 你应该就是他会告诉你说 什么线上广播已结束 有看到吗 好那就可以把那个视窗关掉了 所以一定会看到简报已结束这个画面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把那个视窗给关掉就好了 一样我现在先教一下什么叫做荧幕录制 在插入里面有一个叫做荧幕录制 荧幕录制是当我今天电脑画面的操作过程会把它全部都录起来 包含声音都会录制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先插入一张新的投影片 所以常用一下新增的影片 我是不是新增了一张 然后假设我今天我要说明这一张 说明这一个影片 这一张投影片内容 所以我就可以点选 而且是透过录制影片的方式把它录下来 所以我就点选插入荧幕录制 那第一件事情你看这边都是灰色的对不对 你必须要先选取你要录制的区域 我要录制的区域是整个整个视窗 所以我点选这个选举区域 然后这个现在游标变成一个十字 我是从左上角左上角拖曳选选 选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开始工作列我不选 我就是不想要录到那个开始工作列那一列 好 那这个时候我就直接点选录制 他说结束是Windows加Shift加Q 好 那我现在打开PowerPoint的 接下来我把这一页 我把这个画面 开到最大化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会议管理篇 会议管理篇 其中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个会议记录快速分享 代办事项邀约会议的做法 还有海报文宣 以及会议的笔记 来宾名牌与立牌的制作等等内容 好那这就是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 台湾各城市观光客统计 单位是万人 好 那假设我现在我录完了 我刚在录制 那我现在录完了 我就直接点Windows Windows按键知道吗 Windows 就是在Ctrl跟Shift中间 那个Windows按键 Shift加Q 然后刚刚那个影片 刚刚那个影片 它就自动帮你做成MP4了 在这里 好 我把它先剪下 剪下 贴到这一张贴上 这是一个影片 我先播一下给你 可以吗 可以吗 我等一下从大概15秒之后才开始 前面我是要把它删掉的 等一下都会立刻教你如何删掉 好 请你练习一下萤幕录制 蛮简单 就是插入底下的萤幕录制 让你做一部影片 通常最多同学会询问到说 我做完了这部影片 我想把它储存起来 好 那怎么存 它存在哪里 这都你自己设的 请问一下 我先问你一个小小小小小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要把这部影片 这真的是一部影片 你看我滑鼠游标 是不是在那边动来动去 对不对 它是影片 那你要存它 你怎么存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右键有看到吗 另存媒体为新功能 因为以前根本就没有制作影片 其实以前有制作影片 但是好像不是那么方便 让你存的 可是现在你直接用滑鼠右键 另存媒体为 好 你有没有发现 它会把它预设为MP4 被这个音打住了 有没有看到 预设为MP4 假设我今天我暂时把它放置在 因为我都是放在桌面 桌面 然后 PPT进阶 那我把这个影片我就取名 取名一下 叫做会议管理 然后点选储存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既然已经把它存成会议管理 然后它真的就会在我的电脑里面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桌面 的PPT进阶 然后里面应该会有一个会议管理 点MP4 而且这个档案大小就是刚刚我做的 现在是不是3点43分对吧 好我快速点两下 会议管理点MP4这个影片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播放了 可以啊 因为这件事情是你一定要先知道如何把它 储存变成是你的 好那我们就把它还掉了 来请你们动手来去完成一下一部 比如你刚刚做好的影片把它先存档存放在你自己的指定位置 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影片放在哪里了 我的我刚刚的提问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下载下一个影片 那影片的解析度是多少这应该也是我们蛮关心的 他在这个地方会议管理滑鼠右键 你应该知道影片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就对着他找到影片之后滑鼠右键点会议记录 然后接下来点选内容 点了内容之后这边是不是有详细资料 他这边就告诉你我的解析度呢 因为我已经设成1280x720 所以我刚刚在截取画面的时候 是不是稍微那个高度我又减少一点 我说我不要那个开始工作力 所以我的宽度是1280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的高度这边就会比720稍微小了一点点 好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我接下来还要再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件事 就是桃园市政府的新闻影片 怎么下载下来 例如说好了 你今天你要用 你不是要用我的影片 其实我也在变相的教你如何下载影片 如何下载我的影片 可是我没办法制止 我没办法制止我的学生去把影片下载下来 对吧 真的防不胜防 也没办法防 那干脆就是想办法教每一个人 听得懂吗 就是反正例如说你有没有需要下载 当你今天在做一个简报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用到 桃园市政府的新闻影片 对吧 那这时候你还不如自己拥有这个新闻影片 你不可能用超连结 绝对不可以用超连结 超连结万一人家把影片下架或者是删掉 你就没有了 那你应该要把桃园市政府 你本来就跟你有关系 不然你为什么要用这段影片 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如何下载 你就是需要用到的影片 那我还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你不能去下载 因为网路上有好多人说 这个方法不能下载 那我就要问说你下载的是什么 然后他又不好意思跟我讲他下载的是什么 听得懂吗 因为真的是可以下载的 绝对来说我现在下载 我先去找那个桃园市政府的影片 例如说我到YouTube 然后我就直接搜寻 我看看最近的桃园市政府有什么影片 一定是新闻影片 桃园市政府 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中立发生第一起 本土行登革热 为什么会上新闻 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居然在中立发生第一起 这个是破天荒 这当然是新闻了 本土行嘛 好 你看哦 这是 这是什么 12个月前 这个是多久前 这两年前 算了 我还是打那一个登革热好了 登革热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 这边桃园中立首立本土登革热 因为这真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可是真的发生了 好 假设我要这部影片好不好 或者是你看这边防疫大使入社区宣导防范 登革热这边是不是这部影片可以 随便你真的都可以 那你要是下载一些色情的 然后再问我说 那个不能下载 那我也没有办法 知道吗 我没办法去 这个我也建议你说 你应该不要去下载这种不好的影片 好 我们来下载这部影片 所以第一件事情 点它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YouTube的网址 网址列里面一定会放那个YouTube 因为这是YouTube的影片 所以它前面一定是什么HTTP 所以请将游标落在那个Youtube的Y前面 可以吗 在那个Y的前面 输入两个英文字幕 第一个S 第二个S 就是两个都是S 可以吗 我应该讲得很清楚 S 然后做什么事情 Enter 可以吗 很简单吧 请问你会不会下载台北市政府相关新闻影片 会了吧 好 这边有没有看到下载 这边有看到下载 好 我就直接点 这边请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有些人 有些人他可能想要下载的是声音 例如说广播节目 他只要声音就好了 那你就要点右边这一个 不过我觉得比较少 那我们会想看到 例如说邓丽君的那个影片档的话 你会不会只要他的声音 有可能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下载到他影片不是更好吗 在这边点选 这边这个下载 而不是这一个 这是音乐 这只有声音 那我们现在要点这个下载 点一下下载 这个关掉了 点下载之后呢 这边下载好了 他刚刚这边很快的下载 因为才一分钟嘛 下载好了 我们还记得下载好的影片在哪里吗 在下载里面 这真的是废话 但是今天讲了好多次 点这个资料夹 然后去本机的下载里面找 有没有看到桃园中立首立本土登革热 卫生局一讲 阻断疫情全民动起来 好快速点两下 可以吗 我本机端的影片就可以去播了 好了 那我就要请你们现在 现在到YouTube 你可以去下载这部影片 那我再一次提醒你 我再一次提醒你 有时候他会出现说 希望你能够就是 就是比如说募资给他多少钱 你就直接把那个画面关掉 然后再重新到YouTube 重新再选择你要下载的影片就好了 听得懂吗 或者是他要求你加入会员 就直接把那个画面就关掉就好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练习一下 就是看你要邓丽君的影片 凤飞飞的影片 或者是桃园市政府的相关的新闻影片 你就直接在那个网址 Youtube 那个Y的前面 点一下输入 S S 然后就可以进行影片的下载了 我还是要特别提醒你们 当我们在用到别人的影片的时候 毕竟你不是原本的创始者 创作者 你应该要说本影片出自自由时报 可以吗 这是一个尊重 这是一个尊重 那他放在YouTube上面 YouTube的影片是不是全部都是 是Creative Commands 是吗 未必哦 我的影片全部都赋予给Creative Commands 因为我巴不得越多人去学会使用 他就不用问我问题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继续观看一下 这个画面我就先关掉 我们在PowerPoint里面 假设我今天我需要用一部影片 那这部影片需要剪辑 怎么剪辑 刚刚局长的影片其实也可以拿过来剪辑 好 例如说 因为他只有一分多钟嘛 所以我可能剪其中精华的30秒 好 所以我现在先新增 常用底下新增一张好影片 然后我去插入刚刚那部视讯 刚刚那部视讯是不是在这里 线上视讯就是直接从网路上去下载 或者是我的电脑上的视讯 因为我已经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刚刚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这边这部影片插入 插入好这部影片之后呢 我们可以稍微来去观看一下 谢谢大家 欢迎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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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谢谢大家 假设我第一步 因为既然都有同学问说 假设我要分段减 怎么分段减 干脆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不等你问了 我先从第一秒一直拨到44秒 那44秒之后我就都不要了 有听懂吗 我第一刀剪下去的地方 就是我只要一刚开始 一直在讲说 其实最后结论就是 还是需要靠大家一起来 来去防止资深源 好那我就怎么剪 快速点两张影片 请问你觉得在视讯工具的格式还是播放 在格式里面还是播放里面 有影片剪辑 对答案是播放 播放里面是不是有剪辑视讯 点下去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绿色跟红色 稍微注意一下 我喜欢精确的剪辑 例如说我要45秒 我要45秒就是45秒 45.000 这个时候我第一个方式是把它改 直接用红色的把它 它这边是不是有绿色跟红色 绿色就开始播放 红色就结束播放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先切换 先把它拖拉到45秒左右 然后请把这个改成45 有没有放在这边 45点多少呢 45.000就是45了 可以吗 后面那个点多少 可以到999 它就把一秒的时间切成999等分 其实只有数位 只有电脑可以做到这件事 你应该知道就是说 以前在底片的时代 我们是怎么做的 以前在底片时代 大概就是24到32来去做 那个影片播放速度的调整 好 那现在它可以做到999 这是因为数位的关系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这边开始 开始我不动 然后动的是这45秒 好 确定 所以我们看最后面 最后面 它是不是只播到45秒就结束了 去播一下 可以吗 这就是影片剪辑了 只是它很不给力 它又在那边 可能 可能又在 就是 检查 这个我先关掉 以下我暂时用不到 所以我先关掉 它就只会播到45秒就结束 我先把画面给你们 你们去剪 好不好 大概从0分0秒 前面不动 动到45 我先把画面给你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会减吗 应该减还蛮简单的 可是我现在要追问一个问题 假设我要55秒 到最后 就是我现在不是已经减了 第一步吗 那接下来我还要再 继续播55秒 到最后 那你要怎么做 讨厌 怎么一直在执行 什么要执行什么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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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希望怎么样呢 他要从55秒播到最后 就是除了这一段要留着 我还希望有另外一段 就是有同学说 老师我想要这一个影片呢 可是我只要从一刚开始到45秒 然后接下来 又要再从55到最后 好 那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插入一张 就是常用底下新增一张新的头影片 然后我们再重新再去插入视讯 然后刚刚那部影片再叫进来 叫进来之后做什么事情 这个大小要一样 这个大小要一样 看起来才会比较刚好 所以这个大小 大小是13.45 所以这个也把它改成13.45 大小就一样 就要放置位置也是一样的 放置位置也是一样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其实你做复制贴上 就是你可以把这一张 重新再做复制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一张 例如说我现在把它delete掉 重新把这一个复制头影片 然后贴上头影片 然后把这个位置大小是不是都引致 可是它的剪辑内容 就在视讯工具播放 剪辑视讯 这边是不是从0到45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到最后面 所以把它放到最后面 然后这个开始的时间 是不是要从55开始 所以把这个改成55 确定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 它会先从一刚开始 播放到45秒 然后接下来这边会从55秒 播到最后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如此 最后大概就只有10秒 可以吗 我们把最后面也删掉好了 最后面有几秒 大概到4分 对不对 4分的时候 好 所以播放 剪辑 4秒 对不起 不是4分 是4秒 大概到这边 55 然后大概到59 然后确定 就这后面只剩下4秒钟 可以吗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这边是不是就有两段影片了 因为同学他要学如何分段简 我就说 其实这有点像脑筋挤转 你要不要回去试试看 然后 然后就会产生 反正老师在就会依赖老师 就会想要问老师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这还蛮简单 你们就自己去玩了 好 然后这我就请你们再剪了 因为看你要剪几刀 你就随便去剪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如何做好登革热防疫 或者是那个局长 他重点只是要求说 应该如何防止登革热 他其实大概在30秒的时候 他有讲 我稍微把声音放大一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 有看到吗 所以差不多32秒左右 我希望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报告的话 我觉得把那个局长交代 最重要的是 因为登革热重点不是在于说发生 那接下来应该是说 我们应该要如何赶快去制止 或杜绝这个疫情的扩散蔓延 这才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我觉得这边 就是假设你要去说登革热什么什么 然后已经发生了一例 我倒觉得更重要应该是 那局长这边的指示是什么 大概是32秒这边 所以他这边要提供一个书签的功能 在播放里面 我可以在32秒左右 32秒 我可以新增书签 新增书签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今天一刚开始播放 他就开始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一看看 局长的一个就是要求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 点他 他是不是就直接跳到这个位置了 可以了解吗 这就是书签 影片书签的重点 好 那就要麻烦亲们也练习玩一下 定义新增书签的方法 通常介绍到那个输出的部分 一定就是整个课程快要结束 输出是什么 例如说我们现在做好这一份简报档案 我建议各位因为一份简报它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转场 转场的概念 我先把转场稍微简单带一下好了 例如说第一张投影片换到第二张投影片 它是不是要有一个转场 那如果说你不做转场投影片 你至少也要用转场的效果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你做分割 就是第一张然后关掉 然后接下来蛋出第二张 然后再看一下 刚刚是做蛋出 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很炫的建议不要用 像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闪烁 这还蛮选的建议不要使用 因为你的主管可能看了会觉得蛮头痛的 或者是涟漪 好我觉得这些虽然效果还不错 但是可能会让别人就是觉得说太花俏了 太花俏了 例如说你的主管可能会问你说 那为什么要用涟漪 好 那再举例来说 我还蛮喜欢像这边有什么旋转 好 那挑一个比较浅浅浅浅浅浅浅 然后又做的 例如说我们做插序好了 我做 对不起 转场 转场我刚刚做的 这个效果呢 抽出 抽出 窗簾 身外 破碎 脫落 百月窗 那頁面捲洞 我就用頁面捲洞 你看紙飛機 最後這樣飛出去 好 我們上課可以用 但是建議你在正式的簡報裡面不要用 我現在還是用那個 有一個效果特別講一下 一個效果叫隨機 隨機有看到 隨機線條 還有一個叫隨機 沒有看到 隨機 隨機的意思就是 這裡面的特效會隨機出現 這個是各位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就是盡量不要用 不然它一下出現淡入 然後下一次又出現什麼推出 下一次又出現什麼窗簾 這樣會讓別人感覺更看得不是很了解 好 那我現在我就隨便先選擇一種 只是為了上課 只是為了上課要用 我做門好了 然後接下來我就點全部套用 然後接下來我把這張 這個檔案儲存 這我想當然沒有問題 檔案底下 另存心檔 存存什麼檔案呢 存存一個叫PPTX PPTX 這個檔案格式 這是最標準的 這是最標準的 例如送入存存 存到桌面PPT進階 OBIS40招 好 出存 這我想沒有問題 可是還有一種叫做PPTX 檔案另存心檔 瀏覽 然後 它的副檔名叫做PPTX 這個 播放檔 這個檔案的優點就是 當別人收到的時候 它就可以自動開始播了 好 儲存 你看 當我今天收到這個檔案 你就快速點兩下 它就直接播給你看 有沒有 它就直接播給你看了 然後Enter 是不是換到下一頁 Enter Enter 它就這樣播給你看了 這是 直接變成播放檔 它的好處 那我想這兩個是本來就有的 其實不太需要去介紹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我直接把影片做成 直接把簡報做成影片 它叫做匯出 匯出 直接就把它做成影片 好 建立視訊 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簡報品質 網際網路品質 低品質 網際網路品質 它是以YouTube標準的 希望的影片品質 就是1280x720 這邊有沒有看到簡報品質 是1920x1080 這是大家希望 就是先存成最高規格的品質 就是1920x1080 為了我們上課方便 我們就存成1280x720 然後他說每張投影片 第一張換到第二張 它就變成影片的播放方式 那第二張播放到第三張 每一張需要花的時間是5秒 你可以算為6秒 7秒或者是3秒 好 例如說我就用預設的5秒 來去播每一張投影片 然後接下來就點建立視訊 然後接下來 例如說 這是OBIS40招的影片 儲存 稍微注意 它現在正在做 正在做影片 這就是做成影片檔的方式 我想等它慢慢做 因為我有大概17張的話 它會做成1分多鐘 所以它需要花一點點時間來做 那你們也動手做過看影片檔 就是透過檔案的匯出 可以把它做成影片檔 那當做完 你們就要去試著播播看 看能不能順利的去執行完畢 因為我有17張 所以預計花85秒播完 也就是將近1分半的時間 接著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可以试着来去播放看看自己做出来的MP4 然后因为它是影片档 所以你不用再按什么箭头了 不用再按什么滑鼠游标 那如果配合变成一个有声音的内容 它就变成一个类似像宣传片了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你们观看 画面就用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还是希望你们看一下这个影片的结果 所以当我今天做完这个影片的时候 然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Office 40招点MP4 所以快速点两下就可以去播放 82Mb 当然因为刚我在做成影片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再透过萤幕录制把声音配进去 可以想象一下吗 宣传片就做完了 那自己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去做把声音放进去 就是透过萤幕录制 现在是没有声音了 现在就是每5秒跑一张 然后感觉就是说 有着这些内容之后呢 然后再加声音 那就变成一个Office 40招的一个宣传影片了 好 那我大致上输出 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因为你看一下它的输出可以把它做成简报档 它可以变成PPSX的播放档 还有就是影片档 这都是简报的输出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PPSX 如果你收到别人的这种播放档 你要怎么修改它 修改它方式是这样子 如果你要修改这个PPSX 你必须要先打开PowerPoint 打开PowerPoint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透过档案底下的开启就档 例如说我现在先打开PowerPoint了 然后我可以透过档案开启就档 然后接下来透过浏览去找到我刚刚的PPSX放在桌面上 本机底下的桌面 然后PPT进阶 然后这个PPSX是不是可以打开 然后点选开启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打开这一段档案的 所以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 那个PPSX当你快速点点档案 它是直行 它变成播放档 可以直接播放 可是你要修改这个影片的 修改简报内容 你就必须要用开启就档去打开 好 那通常我想输出大概就介绍到这边了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就要准备结束今天的课程了 其实我们整个下午有多做了一些像什么媒体的一个交讲 像例如说各位 未来一定是用一个全球广播 全球国际视讯会议的方式来开会 还有我们有跟各位分享就是说 这些什么物件 其实它可以组合在一起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解散群组之后 去换颜色 去做一些位置的调整 还有像 当我们今天有一些那个 枢纽分析表 然后怎么放到所谓的简报里面 枢纽分析图放到简报里面 加一些视觉的效果 这些我觉得都很重要 来源目的改变 那来源改目的要跟着一起改 这个观念是一定要学会的 那再过来就是投影片 如果你要做的 让它会动 会吸引人的注意 我有介绍几个动的原则 希望你们掌握到就是 它有动 但对它动得很剧烈 然后 例如说色彩的见面也是一种动法 还有就是 美工上面 我们是不是有教你 就是从灰阶变到彩色 那也是一种动画 然后 感觉应该还不错 还有那个路径动画 其实都还蛮好玩的 对不对 其实在Word以下高点里面 这个高点里面 它应该是最好玩的 后面我就再教各位熟厨 还有全球国际馆服会议 通常在课程最后啊 我都会跟各位分享我的作用 我很喜欢的两句话 他出自于杜甫奉赠 为左成杖二十二玉 然后他其中的两句话 读书破万觉下雨如有神 其实杜甫他这个时候 他是为了希望说 左丞相能够把他的自荐 还送给皇上去过目 然后他写了非常非常长的长天大论 来介绍他自己 其中 其中 这是 很多很多里面的两句话 可是 当时的皇上可能年年战事 就是边疆有外敌 所以他会希望说 杜甫能够帮他做的 就是他希望杜甫去边塞 然后去操操一些战争的一些祭祀 所以杜甫他除了施胜的美誉 还有边塞施人 他也是边塞施人的一个代表 因为他就被皇上指派到边疆 来去帮忙记录这些战事 好 那这两句话 我很喜欢 你看一下 这是他说 他自己要杜甫 他是一个很聪明很优秀的人 他怎么读书呢 他非常非常喜欢读书 然后把书给读破掉 而且不是读破一卷两卷 读破很多很多书 就代表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读书的人 然后这样子的读书的方法 才能够写出很棒很棒的作品 好 其实就是在讲 他是一个很努力很努力的 事实上他也是如此 你想哦 这么优秀的人 他都这么努力了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见解诗其言 重点我是要讲说 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教学影片 一步一步放在那边 真的提供给你们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去安排一下时间 挑你喜欢或你想要学习的 我想这对你们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在课程最后 就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平安快乐 然后有快快乐乐的学习 然后自己每天有一点点不断的进步 那你的课程就暂时上到这边 等一下麻烦您看的时候 请帮忙关机 还有把那个 例如说没有登出 登入的话一定要登出 还有就是把那个 你下载下载的像 例如说桌面上的资料夹 全部都删掉 好 我们今天特诚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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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